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向长弦不复 堅持以理服人 议论击石 回来第三节 也应该是最后一节的议论击石 今日的最后一节 将我的时间交给加伯烈 因为我们最近没有什么迫切的东西 就够多处理一些理论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多多一些认真的讨论 今天你帮我带来一个什么题 什么认真讨论 我们明天都不认真吗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马上就变成认真了 今天我们带来一个什么题目 我真的 好 今集开始 我来一个叫做香港前途系列 好 首先 会讲这个 即是香港现在的处境 是 大家觉得现在香港的处境又如何 香港的处境 你说什么 香港的处境 大家就看着市场 看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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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市场做人 香港的前途系列 香港 要行李星 四万点 香港最有前途 有钱 有钱 有金钱 有钱 有钱 那先认真说 你先说什么前途 你是在说 你是在说 如何说 你更具体的 那是这样的 我记得去年预算革命中后期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中英联盟的声明和基本法 最多是保证你2047 然后呢 你2027也未到 这么安排 2017也未到 做人呢 要看长线一点 看长线 看不清楚 更难看清吐啤酒 我们经常说 中国的问题 必然出事 我们就这么说 是啊 那出事之后 嗯 而是香港人 我们要如何自保呢 又或者在这个 大一统思想的 中国政府之下 是 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去到 保持我们 叫做 就是让香港继续在 国际舞台上出现 不会成为 哦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以后 遲些就会失去香港的了 只有中国 啊 就是我想 呃 我们经常都说什么 环球 环球思维 香港本位 香港本位嘛 就是 如果 如果 香港消失了 香港的身份消失了 的话 我们的台也不用做了 行了 我们很失业的嘛 你要明白 什么呢 我们很 我们很 很充满的嘛 我们可能去其他地方做了 就是 正常给你一个 奶奶爷的鞋的节目 是啊 你叫中共台 是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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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了这么久了 刚才 不停在说香港 香港 香港 有些什么组成呢 是 就是 有些什么因素 去构成香港人 或者叫做香港民族呢 哇 这个真是很problematic 这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刚刚上一节先说 这个民族的构成是很主观的 是很主观的嘛 不过 可以说的 就是 what makes what makes 香港人呢 那就 第二件事就是 你香港 有一套 叫做 叫做 深圳和河以北的人呢 就是一些 substantially不同的 的价值观的 就是 最重要的 就是 你最起码就是 在香港 大家都基本上是 相信那个 叫做 叫做 那个法制 而 你过去深圳河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事情是不能相信的了 因为很简单的 比如我在做一个学校 可能在卵仔做一个学校 都会遇到的 就很多那些 那些跨境学童的家长呢 下来呢 他们习惯了 是会给我们的老师校长的事情 所以我们全部都不能收到的 就是你们都会遇到的 当然遇到的 是什么年年也有的 是来扣门的 还是哪些 是不是都有人失钱的 就是无端端都会 失钱下去 习惯了 就是他们做的 就是觉得他们 比较关注我的小孩多些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大陆是这样的 大陆是这样的 大陆在官府 你不失钱 是不是后果 你自己想想 当然这些 当然其实也是 你是说的 是英国人的功劳 很坦白 以前香港人也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人社会 一向都是这样的 一定是送礼的 看到谁都要 对啊 中国人社会是这样的 其实他怎么知道 这是保存了 不过这个叫做 中国文化的黑暗片 这些其实是 以前英国人说 贪污是中国人生物的一部分 他没有说错 绝对没错 绝对没错 肯定是对的 所以就 譬如用这个来做例子 譬如说 其实香港人 相对于是 深圳河以北的人 一个分别就是 那个的价值观都很不同 就是我们不会觉得 用这些方法 是一件正当的事情 甚至我们一定报延署 就是这样做 虽然现在延署 现在还帮我手 是 可以帮我手 近期 要搞定我贪争 第二个问题 乘相题 何种因素 令香港人 异于其他 包括雷毁日本 台湾 韩国 这些所谓的 儒家文化圈 或者是 古代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民族 或者国家 就是香港人和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最简单 就是不讲不同话 香港人是讲粤语的 对啊 日本人不会讲粤语 日本人不会讲粤语 韩国 韩文 韩国 韩文 韩文 不知什么 什么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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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个诗语 你下个诗语 什么诗语 什么诗语 我肯定你中了原读 我又中了原读 我又中了原读 香港又将会用什么形式去自立或者自决呢 香港用什么形式去自立或者自决呢 没错了 这个问题是很牵涉到你听听众 刚才你怎么回答 我常常问的两题 如果是down to earth 其实不能自决 因为被人用刀行 嗯 这个是肯定不会做的 现在 不是所以我就要问 就是 所以我不是太明白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或者你继续说 就是 你建立一套你那个 就是你的ground 你可以说一说 OK 那就说回去 就是 又讲历史 很悶的那些 不悶的 我们最喜欢讲历史 OK 我们有个节目叫做 港股邦 就是专门历史 就是 香港由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香港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不是 香港 香港 这个地方 如果真是 寫进史冊里面 真是说 148年开爆 42 142年开爆 对 142年 是 纂川南京兆约 对 148是什么事 不记住 148是 另一件事 歐洲那边的革命 真的吗 是 OK 那时候开始出现香港 是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在中国史冊里面 春日大帝里面的香港 尤其是 茨禧太后 不知道哪里是哪里 当时 有一个地方是叫 广东省 保安园 保安园 是 但是没有香港这个地方 有一个岛 是 是 但是 以前没有地名 我估计 应该是 在图表里面 也可以这样说的 不是 在这个南京条约 真的写明有香港这些东西 是的 但是问题保安园是什么呢 保安园呢 其实呢 坐下一个 保安园 include 香港 珠海 是 是 和附近的 潘园 是 叫做保安园 就不是说单独保安园 就等于香港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一个更大的法律 是 是 省城 深圳也是 是 那深圳你怎么说 但是在南京条约里面 是有历史根源 南京条约里面 是说明香港的 是 香港岛的 是 雖然珠海 是不知道在哪里 是 正常都不会知道 我就不怪他 珠海也不知道在哪里 还有好笑的就是 英国 下英国国会 下议院 是不喜欢的 几乎过不了的 是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他们原本要周山的 周山群怒的 因为周山近上海 近上海 以及在亚洲 在亚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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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的架道 对 本身是想要那里 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中国不是 和你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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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上来 就趕你走 因为周山群岛 是很难守的 对 因为人家的炮火 是指挟着你的 因为周山 是四面被陆地 围绕的地方 围绕着的 周山群岛 是围绕着你的 对 在上海 是浙河已uration 轻浩声 打过来 好 所以说 香港便是这样 香港便在那时候 开始有一个地方 出现在ендing 市策 deliber 本身也不知道哪里 然後經歷了1860就簽北京條 將大人加二南再割 1898年就簽展託香港戒指專條 展託香港戒指專條 那就終於劃定了基本上之後的香港的地界 沒錯 劃定了香港的地界之後 終於是香港99年 有一些論述將香港在這個情況 劃為殖民地 他是名義上升的殖民地 但事實上呢 那個叫做 讓我找個名字 其實很奇怪 以前西方列強 他們去非洲 南美洲 他們又沒有條約 他們會跟土主簽約 那他們那時候是 有什麼基礎呢 還是插了一支旗 是當自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基本上在他們的世界觀裏面 歐洲的世界觀裏面 是不會有其他國家的 所以插了一支旗幣 當然是 因為當時 國家這件事情 是一種先進概念 國家這個概念 特別是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是新的 是近二百年 二百年 最多三百年 第一個是西班 不是普通的 第一個是普通的 是 當時香港 在後期 經過二戰後的發展 變成一個 准主權領土國家 什麼叫准主權領土國家 Creative 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 OK 即是香港是一種國家 但不是因為 正在聯合和國嗎 他是聯合和國 因為總督是聯合和國派來的 總督是聯合和國派來的 是 但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就是 直布羅臺的總督也是英國派去的 是 是 我忘記了 荒加蘭是否也是派總督 啊 荒加總督 也是英國派去的 但是那個人依然是 跟香港人在九世前 過的生活是沒有分別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荒加蘭群島的人 如何過的生活 荒加蘭群島是過荒加蘭群島的生活 OK 但荒加蘭群島 在某程度上 不是 在某程度上 荒加蘭群島是有些 像是香港的 是 有些說字 因為明明收到你的聲音 一香港或者荒加蘭群島 是某程度上受到英國的文化影響 是 是 一樣的 雖然阿根廷說是他的 雖然阿根廷說是他的 但是福克蘭也是如此 他受到英國的文化影響 是的 所以香港的香港有很多 像是英國的 沒錯 然後 香港其實在過往 也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獨立身份 去參與一些國際組織 世界各地有自己的貿易辦事處 是 其實這個貿易辦事處 對於很多國家來說 是當是一個香港的外交部來用的 當領事館 是 香港在外地的領事 沒有領事權 沒有領事權 但是很多問題是 他們不會通過那邊的中國領事館去處理 對 是找回那邊的貿易辦事處 那你更加沒有可能找中國的 因為事實上 不習慣 在九七前 中國是不能管香港的 沒有領事權 沒有領事權 九七後 沒有領事權 也沒有領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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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中一個龜英倫的論述 就是這樣說 香港是 出資入主題 沒錯 今天我們說的主題就是龜英倫 不過剛剛 剛剛問了三個問題 東野龜 沒事 就是剛才問了三個問題 其實最主要都是想大家想想想 到底什麼叫香港 什麼是香港人 到底你說你只是香港人 但是你又跟其他人有什麼分別呢 當然 我在講完 可能接下來幾集都會再找兩個理論出來講一下 那講完之後 下次我們會再講一下 你可以再講 譬如現在你本土論述 你是三大之處 我看到其實 可以說四大 就是港獨論 歸英倫 成幫倫 和民族倫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分辨 我分不到港獨論和民族倫 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是說香港獨立的話 你也是用回所謂 國際法那類的 聯合國有一個 民族自決 對 是用回這些東西去做基礎 你要獨立的話 你必須要證明你是自己的民族 平時有一些類似說 你現在是被人證明統治 或者什麼 再透過某些法律過程 表示你們是一個要自己獨立的民族 這樣 你才可以獨立 當然 你獨立之後 中國成不承認你是一個獨立 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香港成功獨立的話 就不關他的事 你們有美國的誠意就可以了 繼續吧 香港在九七之前 一直都有獨立的法律 文官系統 火力 護照 油證 海關 甚至連國際電話區號 以及國際組織的體育權 對 香港就是852 的數字區號 不是852郵報 是852的電話區號 OK 這些就是一些大部分 叫做 怎樣 歸英論者大部分 人都會提出這些 過往的客觀事實 去到證明 香港在九七之前 其實是一個 怎樣 實際上擁有自己領土的主權國家 准主權國家 他的 先說 這是這個詞 OK OK 那他就 不過他就 這麼久 我反過來 很多次講民族論 因為怎樣說 因為甚至 你們將香港人和英國人都區分 好 然後呢 就會去到 講到歸英論 最 等一下 好 請 好 警察去年 雨晒革命 中英期的時候 某個人出來說什麼 跟中英聯合聲明有關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 中國 有條貿易走出來的 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你不要聽他說 已經失效了 聽他說 國際條約 是猛丙的 是的 猛一下猛一下 我又要問問題 什麼事條約 什麼事條約 就是 大家兩個人 或者兩個派對 兩個派對 就是 大家來 有些 約定大家要遵守 可能你給我一些東西 或者大家要一起做一件事 但是 擔心對方反口 白紙一字寫下 大家簽個名字就不能反口 你反口 你就 你又生成無事物 好 很近 你剛才說的 就是類似 你剛才說的答法 是一個 contract的答法 contract 就不是條約 contract和 treaty 是有少少分別的 請說 但 contract 其實呢 在 法律上來說 就叫做一個 legally enforceable agreement 嗯 在法律上可以執行的 即是你 breach了一條 協定 那個agreement 就可以採取法律行動 沒錯 那 treat是什麼呢 treat就是兩個國家 是 去到制定一些 又是 enforceable的agreement 是 其實是 兩件事很相似 只不過 treat和 contract的分別就是 因為 contract有六個要素 是 overall overary consideration 然後 我忘記了 有六件事 而treat和 contract的分別就是 treat是沒有了 consideration 哦 這裡說的consideration就是錢 OK 對 因為大王的條約 未必是涉及錢 未必是涉及錢的 是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錢不是說 可能會說 五經條日 八經條日 那些要賠款那種錢 割地賠款 而是 你又牽涉到買賣 去用錢買一些東西 或者買一些東西 是 嗯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是 而其他東西 基本上 contract和trity 是沒有分別的 是 好 講講這裏 我想 真的要 重點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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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重點就是 如果 一個 contract 它是 叫做什麼 啊 反地 mental error 有一個叫做 一張contract有問題的時候 會有幾個方法解決的 一種叫做resence 一種叫做 我早 都不記得做 死了 我都不知道什麼 阿哥 阿哥 你真的快去讀多些紀念書 我真的 我擺放了這本書太久了 嘩 大哥 總之就是這樣 總之現在就是 總之就是 contract 無法制衡 無法制衡 那要怎麼處理它呢 有些問題 就會用一個叫做 復慰的形式 復慰 什麼叫復慰 對呀 將復慰 那些 將那個 合約裡面 講解那件事 嗯 變回到合約發生之前 OK 對了 你將租約結束 這樣就 你不交租 你不交租 叫你出去 你還要還原 將金庫給我 沒錯 我找不到長子 怎麼辦 我理得你 那我撒鞋 你說要給我支持 沒有長子 就變回 那這件事 跟剛才說的歸英論 有什麼關係呢 是 我明白了 總之就是 如今中英聯合聲明 就由這個 中方 已經breed 了 這個合約 就宣告無效 所以我就回到 中英聯合聲明 簽之前的那個狀態 就是這個 迎來變回 像英屬香港人一樣 你很聰明 你終於回答這個問題 你終於回答這個問題 嘩 給自己 今天我 但是呢 有話說錯你說 收不到 收錯你說 如果 如果 如果真的可以還原 這麼說 還原靚靚拳 那還原到哪裡 九七前 永遠停留在 1997年6月30日 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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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問題 是說 如果你是就這樣還原的話 英國人 容不容許還原 這個可能是另一個故事 對 我猜 加上來 其實今天是想從理論角度 真的 今天是順理論 我是不會參與任何行動 OK 你 先戴回頭規 你也不能說 現在國安法 就是拉AQ 不用怕他 只是打飛機 哈哈哈哈 好厲害 我說得明白他會打飛機 哈哈 好 剛剛 大佬幫 說 到底英國 會不會冒著 得罪中國的風險 去重新接收香港 是 然後呢 就是這個時候 要說其他人說的 呃 Lady Kylie自己說的 就是 就是 就經常打一條視線出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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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報那個嗎? 你坐鑑定聽不到你說話 是時報那個嗎? 對,行行行行 OK 他就在今年的6月21日出了篇文 是 所謂歸英是怎麼一回事 是 其中一段就是正在講我剛才的問題 不,大佬方剛才的問題 英國會冒著得罪中國的風險 重新接收香港嗎? 實際上又要怎麼做? 是 如果你在想之前 你就用英國不會再度接收香港作為結論 然後就停止任何思考討論 那你就是 所有事情都打定書數 然後不想 然後呢 你都沒有跟著了 你都玩完了 你的人生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今天就說了 就說了 就是 他用的論述就是說 好像某些大中華派 質問獨立派 是 你們連軍火都沒有啊 你怎麼跟共產黨鬥啊 是 但是你分類了一樣東西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討論的東西 全部都是牽涉到 一個很形容的東西 是 香港人的意願 是 到底有多少香港人 真的想被成為中國人呢? 沒有 你是不是搞了公投 對 我經常說是搞公投 什麼都解決了 不過問題主要是 共產黨不給 共產黨搞公投 他自己要江山也沒有買 他說 如果香港人開始直捕駱駝 那樣 九成人口以上都要求英國維持主權 英國沒有辦法不回應 基於國際壓力 而必須作出得體的回應 值得想想的是 中國一條有一條假數 蓋來蓋去 連GDP都要造假 沒有人住的鬼城處處 食品安全劣質基建 以及貪污問題等等 造成大量民怨 連共官都守持外國護照 出走 中國不撐得很久 但是中國何時爆發嚴重內亂 甚至共產政權倒台 沒有人知道 是體會妖怪共產黨 共產黨倒台 龜什麼東西英 馬上就獨立了 我都要用英國維持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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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而已 而其中一個 龜英倫的人 大部分人都會說 不直接獨立的原因 是 如果香港直接獨立 他會用孤獎難名去形容這個情況 是 為什麼他歸英 是覺得他不孤獎難名 對 為什麼 應該很射給人 你勾結外國勢力 現在也有 沒辦法繼續說 很多說香港要獨立的人 都借新加坡作為一個例子 對 如果中國好像馬來西亞 踢新加坡 踢中國 香港就沒辦法 是啊 如果是這樣就是 但問題是 中國不會這樣做 是啊 當然不會這樣做 然後呢 然後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 由周恩來時期開始 中國已經派出大量人員 去滲透到香港的不同部分 基本上 香港獨立之後 你可以遇見到 香港的情況 就是 會被 這一群滲透到不同階層的人 再一次引渡 然後再和中國 重新統一 那我不明白 其實歸英之後 這群人都還在 這群人都會在 總中作緊 是啊 怎麼都會 自用英國 那個 叫做什麼 他有什麼政治部 哦 就是軍情六處對KGB 那類 中國那些人不是叫KGB 他們叫什麼 國安部 國安部 對 軍情六處對國安部 或者是 總參部 總參三部 對 總參三部 總參三部 論述 是 就說 中國和美國的鬥爭 香港是夾在中間的 嗯 你不是被中國控制 就會被美國控制 所以 你就要找英國 作為一個 第三方 你不是中國 也不是美國 就找他回來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 好像一個獨白的身份 很 即是你兩邊都不 什麼 不得罪 我真的有勾頭 很勾頭 我不是很明白 他不是很明白 我只是轉述而已 等等等等等等 不要緊 我們知道的 我們知道的 總之有人敢說 是啊 有些人就提出這些東西 是 當然 其實他們看出這些東西之後 其實我 他們的論述其實是很弱的 因為有時候我看完一論之後 都不太明白他們的 他們想說什麼 那平心而論 有很多 即是不時歸英論者 有些大中華交論者 甚至有些民主派 都是很交的 其實 其實這期 這期忽然說這些東西 都是想 這陣子流行 這陣子流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 除了阿國師 他真的出了成幫論之外 是 是 獨立論 以及歸英論 是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 真正的 很有系統地 將自己的 或者將一些 不同人說過的東西 歸納成為一個說話 是 然後 我又知道 歸英論 最後出了一個論集 是 論歸英 論歸英 我訂了的 我準備看了 幫我收到 行了 看完回來看看 有沒有完整一點 因為其實好像是論集來的 這個文集 他也是論集來的 他不是推槍到新的 我恐怕他不是很完整地說歸英 其實我就這樣聽 我嘗試歸納 歸英論 我覺得 唯一一個 真的可以 說得通的 你真的 講講國際條約 那個失效 你是否真的可以回歸 回到合約生效之前 那個 我覺得 你說 很可能有一些 叫做legal ground 我覺得 可以說是一個 有法理上的 依據 但是 我們又貼出來說 我們引用 另一個 我們很喜歡的名嘴 譚博講 他經常都講的 我覺得很對 在國際層面 你講條約 你講信用 就採用了生芒果 真的生芒果 怎麼可能 中國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問題就是 槍是真的 對 槍是真的 他的核彈是真的 這個就很害怕 對 而且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 反過來就是 我對歸英論者 其實我自己最大的 質疑就是 你今天 你覺得 你是 在 淪陷 之後 你不能當家作主 為什麼你會覺得 要回去做靜民地 為什麼你會想像這種 status 這是我最大的疑問 他們提出的 不是做靜民地 而是 成為一個 叫做 自治領 OK 是 明白明白 就是做自治領 對 除了總督 除了他會派總督 以及 沒有自己的外交部和軍隊之外 是一個真正的高度自治 是 是 造成幫 類似這樣的事情 其實也是 因為當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中列強 就 如何把那些圓底的殖民地 先搞自治領 當時後來弄得獲竹 特別是非洲那些 後來那些 陶西族 胡逃族 那些 完全是因為那些 西方列強 就臨走的時候 臨走 一百萬人 都留下蘇州市 陶西族 胡逃族 所以 最後有沒有補充 龜英倫 其實 最主要是想拋出來 看看 拋磚引玉 我也是 我想有人認 大家聊聊 沒所謂 因為 龜英和廣獨 大家都是 只能做不能說的 不過 我倒一會 我們只是說不做 只是說不做 我們倒一會 反其道而行 書生論證 什麼 師生造反 十年不成 何況我們知道你吹不是造反 我們受彩也不 受彩也不 受彩也不 考慮性質很差 我們下個禮拜再說 拜拜 拜拜 咱們 真是 嘩 真是 真是 萬主 真是 來自 見面 我 你 我 阿